你见过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电脑吗 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手机的亮相 直接颠覆了我们对折叠屏的认知 10.2英寸的超大屏幕 展开不过3.6毫米 还支持各种方式的叠法 为智能手机行业书写了新的篇章 高科技的背后 藏着一个能撬动超万亿美元市场的产业 心情显示 简单来说 心情显示就是利用先进材料和创新设计 打造出更灵活更高效的显示屏幕 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折叠屏 车载显示 液晶电视 都属于这个领域 这样的三折叠屏 就是靠心情显示技术的加持 把这一粒粒平平无奇的沙子 变成了创造历史的黑科技 数次经济高速发展 石英沙原料也从最初用于建筑 到如今在心情显示中大显身手 有效解决了我们的缺屏之痛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缺氢少屏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痛点 为了解决卡脖子问题 中国企业在上中下游布局发展 追求技术突破 加速产业链国产化进程 新型显示产业链可分为三个部分 上游负责原材料生产 如玻璃机板 液晶和偏光片 中游是面板制造 京东方和DCL等企业 在这一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下游则是各种显示终端设备 包括智能手机 电脑和VR设备 在各地政策的强力支持 和中国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2023年 全球新型显示行业 全产业链的营业收入 达到了1876亿美元 中国占比接近50%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在这一领域 已稳居全球领跑者 与此同时 邦步这座小城 也在不断发力 逐渐成为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一环 为行业发展 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得益于中建材玻璃芯材料 研究总员的科研力量 邦步把握先机 成国内唯一能生产显示产业 所需全部玻璃品种的地区 拥有国家玻璃芯材料创新中心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 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 加上政策支持 是邦步能在新型显示产业 初宣的独门绝技 早在2017年 折叠屏手机尚未出现时 彭受就提出 玻璃要向厚度更薄 可卷曲可折叠的高性能产品发展 一年时间 凯胜科技集团就成功量产了 世界最薄的0.12毫米 伏法宽版超薄触控玻璃 2020年再次突破 实现超薄柔性玻璃 30微米弯折半径 小于1毫米 成为国内唯一一家 能批量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全国化超薄柔性玻璃产品的企业 长期为谷歌 三星 华为等知名品牌 提供直接或间接服务 进一步提升了我国 在世界玻璃新材料领域的 竞争力和话语权 以前呢 因为技术和工艺难度大 我国的液晶电视 所需的玻璃基板 基本被美国康宁 日本旭肖子 日本电气肖子 安汉士特 四家国外公司垄断了 海胜科技集团 充分发挥整合旗下 中建材 泵部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 中建材 泵部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海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企业优势 不断研发创新 在2019年9月 中国首片自主研发的 8.5代TFT-LCD玻璃基板 在泵部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下线 从点火头产到成功银板 仅用了70天 创造了自主生产高世代 液晶玻璃基板的中国速度 开辟了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 中国制造的新纪元 继美日之后 我国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成全球第三个掌握 高世代TFT-LCD玻璃基板 生产技术的国家 直接或间接为亚马逊 三星 华为 LG 精词 联想等众多国际知名客户 提供产品服务 由政策和优质的营商环境 做后盾 泵部海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通下 各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上下游产业的紧密协作 新型显示产业急剧效应显著 上游原材料问题解决了 中游面板制造也在不断发展 地晶光电在原油显示领域不断创新 围绕电子纸赛道 成立泵部末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了电子桌牌 电子止阅读器等一系列节能环保的高科技产品 成绩斐然 下游 红河科技研发的智能交互黑板 在教育行业大方易彩 不用原规 曾在数学课上 让无数老师和同学头疼的画源 只要在这块黑板上轻轻一画 它自己就能搞定 需要时 它还可以变身为平板 快速上网查资料 目前 蹦步市已聚集新型显示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49家 建成省级以上新型显示研发平台42个 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0个 全产业链已经形成 2023年 蹦步新型显示产业同比增长5.4% 实现产值113.9亿元 占蹦步市工业产值的8.1% 专注于严链补链 发挥产业极具的优势 蹦步市紧盯新型显示的价值链高端 产业链中端 努力招商引资 同时培育专精特新的企业 重点引进龙头企业和高端人才 为此 蹦步正在建设高新区显示产业园 市政府将提供土地 标准厂房 配套设施 并推出统一的扶持政策 吸引更多优秀公司落户 提升产业急剧度 推动新型显示产业快速发展 蹦步正站在全球新型显示产业的风口 这座充满活力的三线小城 凭借在新型显示产业 已经积累了深厚底蕴和诸多优势 未来的创新步伐 必然坚定而有力 发展态势也将一路高歌猛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蹦步将成为新型显示产业的重镇 推动科技进步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